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台发断交了FTA怎么办 经济部说配合外交部处理 台湾Q3就业展望万宝华指出 金融不动产人力需求拘手 华邦店完成董事全面改选 张善政担任李董 长荣投资发拿马数百亿元 早眼出纽地位 来关心台股 美国科技股周一续跌 美股四大指数收黑 台股今天开盘小跌0.26点开出 不过在电子、传产、金融股都有全职股大将 单兵点火带动之下 月线明显成为强称 另外中小型租群表现也相对抗跌 显示市场信心面仍然强劲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出油出现减少迹象 加上有消息指出 沙烏地亚拉伯7月将限制对某些亚洲国家共油 并进一步减少对美国出口原油 使得周一国际油价小涨 华尔街日报报导 尽管卡达与欧佩克盟国断交 但根据与其他大型产油国的协议 卡达仍承诺将履行监产协议的内容 美国科技股卖牙12号蔓延到全球 且似乎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尤其以苹果苹盖股跌最凶 全球科技股俨然遭遇黑色星期一 专家认为这是科技股早该到来的灰档修正 短期仍有压力 但要就此断定今年多头结束 还厌之过早 南韩每日经济新闻 营书业内消息人士说法报导 三星已失去高通的7奈米晶片订单 把订单拱手让给台积电 这些晶片预料将在今年底左右亮相 这对努力拓展专业晶圆代工事业的三星而言 是一大挫败 台股上市柜5月营收2.46兆元 累计前5月12.1兆元 均双双写下历年同期最高纪录 5月仍有鸿海、河硕、广达、稳作 营收前三大 而前50大全职股成长前三名 则由环球金南亚克群创拿下 法人指出 瓶盖股营收最旺的时候还没到 看好6月台股营收有更好的表现 新唐人也在电视整理报导 关海明镇时找苹果戴尔竞标东芝半导体 更多讯息马上回来 业界第一领导品牌 扇腾太阳能源热泵热水器 不用瓦斯燃烧 只要从空气中吸取热能 加上少量电力 就能把水加热 用一度电创造四度电的效能 省电节能高达75% 加热同时还能除湿、冷气、滤镜 以及多用、省钱、又环保 善用能源疼爱地球 善疼热泵热水器 是您最好的选择 每个月月 应兴电子专业服务 拥有30年卓越的线素代工 及模组设计整合能力 无论是汽车电子 电机机械 资讯光电 医疗保健 照明光电 机器人线素 绿色能源 皆能完美优化产品 提供客户最佳解决方案与产品服务 顾客首选的事业伙伴 应兴电子 欢迎回来 外界关注的东芝半导体出售案 这周四即将摊牌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昨天罕见接受专访 透露目前包括苹果公司 戴尔电脑金士顿 都已经加入由鸿海领军的集团 对于是否能够进入最后一轮竞选 郭台铭说很接近了 我可以告诉你确定有 Apple 东芝半导体竞标 进入如火如荼的最后阶段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12号接受专访 证实伙同盟友 苹果公司 带有电脑 还有记忆体大厂金士顿 一同竞标东芝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我们鸿海富士康一定低于40% 包括下 最主要我们一个好处是什么 我们比较容易过Anti-Trust 尽管郭台铭拒绝透露出价总规模 不过鸿海态度柔软 强调股权占比低于40% 更不会触及反垄断规定 郭台铭也多次强调 希望东芝竞标案 整体竞争公平 东芝半导体出售案 官方周四召开董事会 决定最后得标公司 外媒先前预料 美国博通以及威腾 可能是最后赢家 鸿海则不愿放弃任何一丝机会 新台电视总和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的 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 景气复苏乐观 美欧相继启动 债务减值 红博调查库 中国五兆举债 短期内不踩刹车 金融时报 石油分析师警告 铁油价将造成 OPEP产油国的内政动荡 华尔街日报 印度启动税改优化 数百万企业体将纳税 日本经济新闻 铿海董事长准备联合美国戴尔 一起参与竞标东芝半导体产业 靠信仰走出低潮 鸿启锋创台湾品牌金属行李箱 但详细的内容我们马上回来 鸿海董事长准备联合美国戴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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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曾经因为环保代采购弊案 遭遇人生最大挫败的冯启锋 靠信仰的力量走出低潮 三年后用更虔诚的态度 通过二十多年在香包产业的经验 开发出用铝美合金制作的行李箱 打造台湾品牌 要在国际市场站稳一席之地 酷炫黑 太空银 神枪灰 香槟金 还有玫瑰金 二十寸的行李箱 却能承载一个全然的重量 就在于行李箱材质值是百分之百的铝美合金 以及使用八轮的幻象轮 不仅静音滑顺 也是台湾业者与日本合作的 银压设计 铁合金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非常的轻 非常的这个 坚固性也非常强 耐冲击 所以各方面的优势 让我们选择了用铝美合金 来做这样子的产品 市面上行李箱以PC PP与布箱为大宗 金属材质以铝合金较常见 以二十寸行李箱来说 铝美合金重量也少了一公斤左右 为了能够承受冲击 业者将板材厚度增加到一毫米 新李箱的护角厚度也有1.2毫米 在安全方面也使用国际通用的海关锁 内部构造也非常贴心 多样式的可拆式夹层设计 让使用充满机能性 现在旅行不是单纯的旅行 旅行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以及时尚的潮流 所以我们在去年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大力的来投入新创的品牌 我们为了这个理念呢 50岁的冯启峰在香包产业已有20多年 曾帮许多国际大厂OEM 眼光独到的他 看准时代需求自创品牌 原料设计都要求高品质 也是台湾自行车品牌最大通路商 其实在三年前 冯启峰才遭遇人生最大的挫败 环保贷采购弊案 让冯启峰跌入谷底 没想到连妻子也受到波及 我觉得信仰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跟扶持 然后在这样的困难中 夫妻怎么样更同心合一在里面 然后去一起牵着手去面对他 那这也是对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成长 那非常的感谢上帝 让我们走过这三年 把也怀我们清白 真的太太对我来讲太重要 在这个期间 他是我的一个帮助 他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力量 让我能够勇敢地走出来 也不离不弃 我非常的感谢他 谢谢我的太太 谢谢 靠着信仰的力量 夫妻携手正面看待 设计出更贴近消费者的产品 也不忘企业社会责任 曾担任张公狮子会会长 现任张化高中家长会长的冯启峰 协助关怀弱势孩童和青少年中措身 推动客服及品格阅读 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的下一代能一代比一代强 这是我忠心希望的 我相信我们现在为这些孩子所付出的 日后当他行有余力的时候 他也会来帮助别人 希望把这种真善美能够一直的传递下去 封启峰不仅以行动传递真善美 行李箱的美观女兼顾 似乎也呼应着封启峰挥别阴霾后的闪耀光芒 要让香包品牌从台湾出发 在国际站稳一席之地 带您看到明天6月14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公布利率决策 台北国际光电洲登场 家喻大力光股东会 Sanphone AR台湾上市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